我们可能还不会讲到那边 所以 所以我就先不要写标题了 那我们先回忆一下 什么叫做温度 各位有没有人想要用语音来跟老师聊聊一下 你觉得什么叫做温度 不然你用留言的也可以 温度 温度 温度是一个单位 感觉冷热的数据 对这是温度的一种概念 还有没有其他人要发表 你可以发表在留言区 温度是一种度量 它是量什么 李彦峰说热能 其实不一定是量热能 因为 你同样温度的东西可能热能不一样 同样温度的东西 你可以是多和少 比如说 你可以是 一壶开水跟十壶开水 那感觉热能就不一样 所以 十壶开水跟一壶开水都是100度 它不一定 它热能是不一样 所以温度不是 单纯就量热能 量温度 温度量狠的意思是在量什么东西 温度是一个单位 热量的多寡 这个跟李彦峰的说法差不多 热量 你可以说100度C的水 它是一公升100度C 跟十公升100度C 温度都100度C 可是热量不一样 热能不一样 那 你怎么会说 就是说感觉就温度 好像就不是单纯是用来量热能 分子运动的剧烈程度 这个已经讲到 我们下个章节才要讲的东西 平均热能 什么东西平均 是有点类似 对 其实有平均的概念 你就是已经把那个 十公升一公升去掉 对不对 就是有点平均的感觉 那其实 温度就从字意上来说 就是温的度 对不对 温不温 温的程度 温的程度 冷热的程度 冷热的程度 那我这里问各位一个问题 如果你在一个冰箱里面 有一罐饮料 然后饮料旁边还有一个面包 现在有没有人在吃东西啊 好像常常会有 一边开 一边上 线上课程一边吃东西的情况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一个冰箱 请问 这两个东西已经冰进去很久了 那请问 这个铁铝罐 饮料的温度比较高 还是 面包的温度比较高 请回答 已经冰很久了 已经冰很久了 就是我强调已经冰很久了 有人会觉得面包的温度比较高啊 那这样是一个好的答案 这样代表说老师举这个例子 的确是可以让各位去想一下 那 首先呢 各位要先有一个 问各位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我想一下 那我想要怎么问 如果你把两个温度不同的东西啊 比如说一个温度是 一个温度是10度 一个温度是30度 就好像你去拿一个冰水 那那个冰水就会升温嘛 然后那个 那个人体 人体30几度就会降温嘛 那如果有人说 这个菠萝面包的温度比较高 那他跟这个 铝罐碰在一起的时候 应该会有那个 热 就是铝罐的温度会越来越高 然后 菠萝面包的温度会越来越低嘛 应该会吧 其实 我应该要再想清楚一点 这个问题 到底要怎么问会比较好 让我给我30秒 好这样好了 这样好了 那就是啊 如果 你拿一个温度计 然后插进去那个菠萝面包 跟插进去这个铝罐 各位觉得测到的温度会是怎么样 还是菠萝面包会比较高温嘛 就是说 我们已经把这个铝罐和菠萝面包 放在冰箱一整天了 这样 那他们的温度 会是谁比较高 其实应该是一样 应该是会一样 应该是会一样 因为 这是自然现象 其实我刚才讲说 我要怎么解字 其实就是自然现象 你 你最后温度 应该都会跟冰箱一样 就像我们会说室温 只要你不是一个 本身会发热的东西 那室温就是 都是二三十度 像各位的桌子椅子 然后还是房间的墙壁 什么的 地板 而是房间的空气 这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只要不是有开冷气 或是说不是有 那个一直照太阳 越来越热 只要他没有获得能量 或是失去能量 他应该就会 维持跟周围一样的温度 所以事实上这两个温度 应该是会一样 温度是会一样 但是你会觉得说 好像摸到铝罐会比较冰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关于热传导 容不容易传导的差别 也就像这个冬天要穿羽绒衣 因为空气难传热 空气比较难传热 这样 那个可是他不是说温度高低 你不会说穿了羽绒衣之后 你的体温就是 羽绒衣温度比较高 不会吧 羽绒衣一开始 它还是室温 只是因为你自己有体温 它比较不会让体温散出去 所以这里要跟各位介绍的概念是 当两个物体的温度相同的时候 不再会有热的流动 因为热的流动就是说 热它会从那个高温流到低温 因为我们常常会听说你吸热 你吸热就会升高温度 然后你放热就会降低温度 那所以你如果两个温度不一样的东西 放在一起 它其实温度高的 会有热量到温度低的 然后他们慢慢的会变成温度一样 温度一样以后 就不会再有热量流来流去 这种情况下叫做热平衡 很热平衡 所以热平衡它不是说两边的热量一样多 它不是两边热量一样 它是两边的温度一样 这常常一些比较 比较无聊的考试 它就故意问你说 热平衡是两个物体热量一样多 那就不对 是温度 温度相同 才是热平衡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测温度 这是其实是一个作业 请各位去做出一个可以测温度的器材 那你可以看那个作业的附加档案的影片 那是一个小朋友 他也可以做出来 所以相信各位也可以 那你可能会生活中有些材料 你可以用替代的方式 想想看 有没有替代的方式 那简单来说呢 我们是利用这个物质 它可以 热胀冷缩 热胀冷缩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有温度的变化 那这种热胀冷缩 或是额温腔 额温腔已经收回去了 额温腔 它就不是看热胀冷缩吗 有人知道额温腔是看什么吗 可以回答 这是加分定 红外线 红外线 非常好 你是 甲一甲一 我是林玉瑞 我是林玉瑞 我都打上去了 打上去了也可以 热感应 热感应是什么意思 热感应是什么 老师你打错我的名字 因为我赶时间 所以我就没有跳字了 对啊 我有打错 林玉瑞 对啊 林玉瑞 我还以为我版的姓或名 拼错 谢谢老师你冒名字 全部打错 哈哈哈 而且 我不想 我不想再选字 太太 没理解 没理解 那么 呃 除了这种热胀冷缩 和 红外线 红外线 红外线它其实不是只有测红外线 因为红外线它其实是电磁波 其实它是测电磁波 或是那种东西我们叫热辐射 呃 我为什么要写一个热 热胀冷缩 或者是热辐射 还有啊 有一些那个摸了之后会变色的东西啊 就是变色贴纸 感温贴纸之类的 就是化学反应的 那个可以称为热质变色 那这些呢 你都可以把它用来测温度 因为他们都是会随着 冷热而改变的一种 物理现象 那 你可以称为他们叫测温性质 那有了测温性质以后呢 你就可以拿来制作测温计 就是制作一个仪器 用来测温度的高低 那如果你在把测温计上面画颗度 就会变成有度 有度 是公认的 有公认的 有公认的 大家一起统一的 科度 那这个叫温度计 好的 有一个作业就是 请各位做测温计就好了 你不用自己在那边画颗度 就是你可能 比如说我以前啊 有曾经拿那个 嘉南洋乳还是什么 国农牛奶 就是玻璃品的那个 早餐店的那种牛奶 各位知道吗 知道早餐店是什么 对不对 那那个 早餐店有时候会卖这种牛奶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 铝的盖子 然后你把它戳个洞 然后插一根吸管 然后再用什么方法 把那个吸管 跟那个铝 黏起来 我试过用热溶胶不太行 然后 我好像 我好像是用热溶胶吧 保利溶胶不太行 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 用黏土还是什么的 把它密封住 然后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 利用空气的 这样的人说的 测温计 那 温度计这个刻度呢 就有分成 几种 就是 Celsius 我们来上英文课 摄氏 路西 还有 现在只剩下美国 在用 只剩下美国 还有开曼群岛附近 就很少 很少国家还在用的 华氏 巴伦海 杜维福 然后以及 化学课可能已经有介绍过的 热力学温标 Kelvin 那常见的就是这三种 这样到这边我们就介绍了温度了 那其实 重点就是说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测到一个物体的温度 各位都知道那个温度计啊 你要测一个物体的温度的时候 你是马上插下去就马上看它的毒素 应该不是嘛 你要等一下 那为什么要等一下 就是为了要热平衡 为了要热平衡 所以这里的最重要的就是 什么时候我们叫做温度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就是当我的测温计 温度计插下去以后 它跟我的我要测的东西达到温度一样 那我就知道那个东西的温度 那这个过程就叫做热平衡 那以及我们刚刚说 你摸起来很冰不代表它温度就一定很低 这两个温度在一个冰箱里面 可能都是可能都是五度 那冰箱五度这两个放很久也都会是五度 只是你去摸其中一个它的热传导比较好 那所以它就会让你感觉比较冰 这样 但是你在摸它之前 它们两个都是五度 好接下来要回忆的是压力 回忆的是压力 一样就是何谓压力 压力是一座很大的山吗 因为他听说那个有一座山 叫压力山 然后它很大 对不对 是吗 有没有同学可以回答老师一下什么是压力 单位面积上作用于物体的力 对对 但是这样就有点太学术化了 就是你如果听到 单位面积上作用于物体的力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有压力 就觉得听不懂很有压力 那能不能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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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 就是面积 然后Force 就是力 单位面积上的力 那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呢 因为力和压力它其实不太 效果不太一样 这里就要慢慢的越来越深入物理了 在之前我们有为了要介绍动量 为了要介绍那个 我们之前为了要介绍这个力 是动量的变化 对时间做平均 然后我们举的例子是那个乒乓球 不是高尔夫球和保龄球 然后我们就说那个 怎么样打到身上的力会比较大 就是质量大或速度大 可是还有一个叫接触时间 这个各位有印象吗 就是一颗保龄球 它打到身上的时候 是打到你的小腿前面 打到颈骨比较痛 还是打到屁股比较痛 就是有没有印象 可以回答一下 压力不是那个气体密度 压力为什么会是气体密度 然后外借给物体的力 力就是力 力不是压力 力就是力 力和压力就是差的一个面积 那时候我们在讲说 保龄球撞到屁股比较痛 撞到屁股比较不痛 撞到小腿比较痛 那我们那时候的说法是说 你撞到屁股的缓冲时间比较长 那撞到小腿前面的颈骨 缓冲时间比较短 所以就力量比较大 但其实那并不完整 真正痛不痛 其实是看压力 因为你如果拿一支笔 拿一支笔 这是一支铅笔 然后你用手去摸它两边 然后给它加压 就是像 这里有一支笔 然后你这样子 两支手这样子摸它 那请回答一个问题 这也是加分的 你们的右边的这支手 你们的对 右边的手 它应该比较痛 还是左边的手比较痛 你们的右边的 那但是呢 两边的力量哪一边比较大 力有不是压力 一样 对 大家的 很有概念 因为它这时候是静止 静止状态合力为0 它就不会有加速度 它就会留在原地 可是很明显的 我的右边 各位的右边 我的左手比较痛 那事实上 所以我们 到底痛不痛 其实是压力 其实是压力 所以说有必要去定义一个 把力再出上面积 这样才是真正的可以表达 痛不痛 或是破坏的程度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破坏的程度 这个力它的单位 是牛顿 N 这个面积它的单位呢 是平方公尺 这个叫做帕斯卡 这个牛顿 我们曾经 以前我有听说一个笑话 就是说这个牛顿 这个是牛顿 然后它站在这个 一平方公尺 一平方公尺 然后就变身 变成帕斯卡 那简称帕 我不是要讲这个 我是要讲说 这个东西它可以 上下同乘以一公尺 那上下同乘以一公尺 就会变成这样 我们把帕斯卡 这个单位 上下同乘以一公尺 就变成这样 那上面这个牛顿成公尺 会变成交尔 然后下面这个会是 立方公尺 平方再乘一个公尺 立方公尺 那交尔是能量 的单位 的单位 然后 体积 这是体积 立方公尺 是体积 的单位 那我们刚刚只是上下同乘以m 而已 所以它还是压力 它还是压力 所以 压力可以说是单位面积的受力 但是你也可以说是单位体积的能量 所以单位体积里面的能量 越多代表它破坏力越大 如果那个铅笔插在手上 这样子 那左边这边 我的左手 各位的右边 这一个地方 它跟我的手的接触点 压力比较大 能量密度比较密 所以这边会比较痛 它如果真的压很大力的话 最先破坏掉化学键的 因为我的手的皮肤是化学键组成 你如果割伤手 也是那个皮肤的分子分子被化开 那所以最一开始 会被破坏的 就是压力大的地方 所以压力从物理的更深层的意义 就是单位体积的能量 所以有必要去定义一个力之外 来到第一个压力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回忆的 要回忆的是水压 我们怎么去算压力 会不会很难 如果 会可以回忆一下 如果不会也可以回忆一下 我刚刚这里写清楚一点 这个叫做 每单位体积的能量 这叫做能量密度 我相信各位是第一次听到 压力它其实是能量密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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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黑板干掉一下 那关于刚刚的这些 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老师聊的讨论的可以提出 好 李彦峰说 谢谢李彦峰 你是说这个吗 是那个人吗 好 黑板还没有干再等一下 好 谢谢 各位啊你们可以去那个大考中心的网站 你就打大考中心 还有之前各位已经考过的试办考试的 题目和答案还有解析 因为它要有评分依据 所以还有解析 那如果你每一题都可以 找到答案 然后了解它 那对你的学测会是很有帮助 那学测自然科就只有高一 然后还有探究与实作 那探究与实作的提醒 你就会比较像是 上一次 断考那样子 它其实就是一些阅读 图表 判断 好 我等这边干 等这边 等下下 好 差不多了 水压 如果你有 一个水槽 或水桶 是 那里面有一些水 那底面积是 A 然后水升H 或你说水的高度 H 那水的重量 密度 水的密度 液体应该说液体 不一定是要水 水的密度1 但是如果是液体 它的密度是我们会用Rho Rho来表示 这个念Rho Rho 那你有面积高度就有体积 然后体积层的密度就是质量 对不对 质量 就是 这个Rho 你们以前是 以前是用D 我们改成D好了 密度D 这样比较跟国中一样 那质量是不是就是 体积层上密度 那这个体积是 面积层上高度 就会变这样子 那它压在这个 底面积上面的力 就是水的重量 压下去 压下去的力 就是这个水的重量 哎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 水的重量 就是 它的质量 乘上 重力加速度 那就是把这个 Ah 乘上 G 这样子 那水压 底部的 底部的水压 就是这边的水压 那就是用重量 这个重量的力 这是一种力 对不对 这是一种力 重力 然后去除上面积 你就得到压力 所以水压就是 MG 去除以A 那MG是上面这一个 这上面这个除以A 就剩下 H 乘上G 这个跟各位国中 有点不一样 国中的时候是 国中里背的公司应该只有H 株 对不对 那因为呢 这个株的单位 国中跟高中不一样 那时候这个株单位是 公斤重 立方公分 那时候的株 是这样 可是今天呢 我们这个株呢 它是 立方公分 然后分子是公克 差了一个重 就像公斤重 跟公斤不一样 公斤重跟公斤不一样 所以高中的时候 我们比较强调把重力的影响分开 把重力 把重量和质量分开 那以前的话 重量质量没有分得那么清楚 好 那么 这里可以做一个单位换算 就既然讲到这个 我们就顺便讲 这个 如果是 水 比如说一公克重 然后 平方公分 这个是压力 如果你这边带渡的是公分 那乘下来就会变成 每平方公分 多少克重 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克重 换成公斤重 然后把公分换成公尺 这就是物理里面 比较常用的 公尺和公斤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换成 一 然后分母这边是 公斤 换成公斤重的话是 差一千倍 所以是 10的 负3次方 公斤重 分母呢 这个 一公分是 一百分之一公尺 那平方的话变成 一万分之一 所以这里变成 10的4次方 负4 负4次方 平方公尺 那这个 负3 这里负4 最后会变成 10 10公斤重 每平方公尺 那么 公斤重还可以换牛顿 各位还记不记得 一公斤重 是几牛顿 请回答 一公斤重是几牛顿 我们平常在讲的 一公斤重 就是在地球上 才会用一公斤重 我们在 我们如果以后到外星球 可能才会用别的 我们之所以会用公斤重 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在地球表面 一直换来换去 就是换牛顿 在使用力量的时候 要换牛顿 在使用质量的时候 要换公斤 我们就是因为在地球表面 不想要这样换来换去 才会直接把那个 一公斤重的重力 叫做一牛顿 不是 一公斤 一公斤重的重力 叫一公斤重 一公斤的物体的重力 叫一公斤重 对 同学记得是9.8 所以这边 KGW KG weight 再换成9.8 所以它就会变成是 98 牛顿 除上公尺 每平方公尺 98牛顿 那这个就是帕斯卡 就是帕斯卡 所以 这个地方就是98帕 那你也可以简称帕 PA就好 那么 所以啊 如果你是 压力是 一平方公分 一克重 一平方公分 一克重的压力 就像是那个 水 有 有 有一个水柱 然后那个水柱 底下的面积 是一平方公分 不对 应该是说 一平方公分 然后有一个水力方体 一cc 一cc水的重量 一cc水的重量 然后 它压在一平方公分上 那 它的压力 大概就是98牛顿 大概100牛顿 对不起 不是牛顿 帕斯卡 大概98帕斯卡 好 那么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水压 可是接下来呢 就会介绍气压 大气压 那 大气压 一开始其实是摸不到 大家都不知道 空气有重量 那关于这个 推荐各位去看一下 我放在Google Classroom的影片 第一则 第一则 四之一的第一则影片 还蛮精彩的 它有介绍 我们怎么 发现大气压力 只在四分钟而已 四分钟 同学可以等一下就看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我们回忆温度 那那个温度 要一样 温度达到一样的时候 叫热平衡 而不是说 热量一样 叫热平衡 然后第二个 我们回忆的是压力 回忆的是压力 所谓的压力是 力除上面积 也就是单位面积的受力 那为什么要有单位面积的受力 因为实际上你造成破坏的 是压力 造成痛不痛的是压力 以前我们都没有说这个 我们都说 痛不痛就是力量大不大 这样 其实是压力 那从单位上来看 它其实可以变成能量密度 每单位 每立方公尺几交二 那能量的密度越大 那个化学键 就越容易被破坏 所以那个一支笔插在手上 你如果两边越来越用力 越来越用力 一定是右边这只手会先被穿过去 因为它的能量密度比较大 然后最后我们复习了水压 复习了水压 水压怎么算 就是水的重量 去除上底面积 那 以前各位学的是H珠 但是因为以前的重量质量不太区分 现在我们把质量重量分开 所以是质量乘上重力加速度 才是重量 然后 你就可以做一些换算 做一些换算 一平方公分一克重的压力 相当于98帕斯卡 那还没有留言的 请你留言 还算有签到 可以下课